都说内鱼综艺没啥看透 花儿与少年表示不服 2014年 花儿与少年一横空出世 原以为这只是一档简单的明星旅行综艺 没想到竟然已经办了六计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还衍生出了花雪 内鱼不玩 Drama不止 花雪永无止境 心仪寄心的Drama 真的让人不得不感叹 内鱼闹剧千千万 花儿少年占一半 花儿与少年六在9月4号播 首期节目播出后外界就吵翻天 吃瓜群众看热闹的速度 都有点不上骂站了 先来介绍一下花哨六 节目嘉宾一共有9个人 分别是陈浩 宋倩 金晨 周宇童 邓恩西 侯明浩 田嘉瑞 容子珊 刘夜 该说不说 嘉宾着实是有点太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上学时小组作业超过三个人都容易起矛盾 更何况是这些明星 还要一同吃住一二十天 毫不意外 一开始问题就出现了 外界讨论的焦点是陈浩和周宇童 这两位女演员 想必各位都不陌生吧 陈浩的代表作一只手都数不清 比如李渭当官那山那人那狗天龙八部 纸醉金迷等 最出名的角色是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 2010年后 陈浩逐渐但出娱乐圈 先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西工读研究生 后决定留校任教 加上又结婚生子 所以这些年已经很少演戏了 因此 当初看到她参加花少六的消息时 着实是有点意外 与之相较 周宇童的资历较浅 知名度也远不如陈浩 但出道这些年来路人员不错 加上演技也还算可以 所以受到了很多观众和粉丝的喜欢 截至目前 周宇童的代表作是大宋少年制 我在他乡挺好的爱情而已春色寄情人等 在同期小花中属于发展还不错的那一批 一个是退圈许久又重新出发的前辈 一个是处在事业上生气的小花 这两位参加同一档节目 正常情况下应该很有看点 说不定还能让人磕到CP 然而 他俩因为在节目上的表现被狠狠审判了 陈浩被吐槽压迫感太强 讲话做事的态度让人感到很不适 周宇童则被内涵假装松弛 自己不干活还在背后屈屈人 所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口碑原本都挺不错的 两位女演员推上风口浪尖呢 事情要从花少六的开会说起 作为花少六的大姐 陈浩在大家落地智利民宿的当晚 主动提议所有嘉宾坐一起聊聊 商量一下未来几天的旅行规划 以及资金使用 由于生活阅历比较丰富 所以陈浩考虑问题很全面 先和大家把现有经费整理一遍 又问了住宿和机票的事情 连酒店是否允许拍摄的事都想到了 毛阿敏作为花少二的大姐 因为啥都不明说被网友吐槽成筛子 陈浩与他正相反 打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摆在明面上 谁曾想也被骂了 节目播出后陈浩压迫感的词条 登上微博热搜 广场上有人吐槽他像老师在喧话一样 讲话让人很不舒服 态度咄咄逼人等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花少六千两期导游的容子山与邓嫩西 也被他一连串的问题给问懵了 在后期采访中表示出感到不是的意思 大家坐在那一块算钱 整个过程我没有那么舒适 然后你发现 你在汇报的过程中 一直在纠正你 我当时真的有点懵了 的确好多问题我都没有想到 甚至没有来得及想 在节目的后期采访中 陈浩自己也没藏着掖着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没有什么得不得罪人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时间谨怨无重 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你可以说我不对 这不重要 我觉得我看重的是结果 导游只是个名头 遇到任何事 谁都可以站出来去解决他 只要把他解决了 因为解决 最后收益的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任何一个人 年龄 阅历 性格等大相征庭的人一起出游 确实会出现很多问题 以陈浩为例子 他是典型的以结果为导向 进行一系列的前期计划 以及预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并给出解决方法 对于丢三辣四且不会规划的人来说 和陈浩一起出游简直不要太爽 不仅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还能有效节约经费 简直是完美的旅游搭子 然而 多数观众只是想看一档轻松下饭的综艺 看到他在节目上问这问那 难免会觉得焦虑与不舒服 一来二去外界的评价自然就会很割裂 但其实如果认真想想 这些其实都是节目组想要的效果 它们可以地让零惊艳的两位年轻演员担任 作为陈浩的角度 需要帮他们梳理形成 但在镜头下完全变了位 加上本身留校任教程担起了老师的工作 俨然以副教导主任的味道 不过熟悉这档综艺的都清楚 剪辑挑事不少一次两次了 花儿与少年开播几季以来 对于剪辑的热议不断 尤其是第四季 在经历了前三季的逐步下坡后 这档治愈综艺 节目组却硬是要反向剪辑 比如当时刘敏涛的丧 除此之外 节目组还剪了张凯丽和韩东军 因为开车而发生的矛盾 而且是没有下文的那种 让人看得非常尴尬 大家都是成年人 遇到问题一定要聊明白 要不然误会只能越来越深 难道张凯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节目组为了剪矛盾 把这一部分剪没了 除了矛盾之外 这档节目真的就没什么 可以剪的东西了吗 而在之前的花哨舞 大家还以为是节目组良心发现了 你来我往的暗流永东 只存在于预告 对峙镜头多减一秒就露线 正片中除了Peace and Love 基本上就是搞笑男女 全员好人卡 从大姐到小弟 矫情思X不复存在 大家情绪稳定到仿佛入定 结果还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极声碑 对于各一剪集 真的防不慎防 以至于有选秀节目选手 会每天带不同颜色的手环防止被拼切 而这次要说花哨六这档节目就是很神奇 说得多太紧绷会被吐槽 讲得少保持松弛也会被骂 周宇童就因为节目中说的一些话被递死了 我觉得得先让他们两个干一干 去尝试做一做 实在需要我们帮助了 我们才来 别一上来我就跟教你做事一样 那也没意思 不好玩 对此 很多网友说他在拆台和货悉尼 以及啥也不干就出一张嘴 周宇童的粉丝觉得很委屈 表示他忙前忙后的干活 机场买水时候主动去排队结账 酒店入住时提出具存行李省钱的办法 谁知道被得一解读 目前部分粉丝已经去周宇童工作室下面维权了 其实整期节目看下来感觉周宇童和陈浩都没错 双方都是从团队的方向去思考问题 但由于两个人的观点不同 所以最终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出入 归根结底 还是节目组的问题 一开始就让两个没有社会经验且刚成年的小孩当导游 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这不仅会给他们造成压力 还会让这次出游的难度升级 另外 一些不合时宜的背景音乐真的很容易误导人 节目中大家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紧张 但在剪辑和配音的操作下 一些片段放出去很容易引起争议 从目前的播出结果来看 热度和话题度确实很高 观众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了 后面的关注度肯定也不低 但节目口碑恐怕基本要完蛋了 本来是旅行类真人秀节目 现在却只剩下各种抓码 何必呢 我根本来是旅行类真人秀节目的